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今早是楊國仲和大家討論天氣 因為受到一股偏南氣流影響 剛剛過去的星期六、星期日 天氣情況都有點像夏天 有陽光亦有趙雨 而且天氣都頗熱 我們今天繼續受到這股偏南氣流影響 今早如果從中環看出去 我可以看到有很多雲 不過仍然看到一些陽光 氣溫方面 今早市區最低氣溫大約是26、27度 而赤立角有28度 而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可以看到 華南上空仍然有很多雲 而且受到一度低壓鈔影響 在廣東內陸天氣比較不穩定 而且有些雷雨區在發展 如果大家今天需要去廣東省旅遊 或者是公降的話 就要特別留意當地的天氣情況 至於香港方面 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會大致多雲 而局部地區是會有趙雨 不過日間短暫時間會看到陽光 天氣都頗熱下 今天的最高氣溫會有31度 風勢方面就會吹這個和換的偏南風 而接下來的兩、三天 華南沿岸地區仍然都會繼續吹著這些偏南氣流 換句話說天氣情況將會沒有大轉變 接下來的兩、三天 仍然都會有幾陣的趙雨 而且天氣都會很熱 最高的氣溫會有29、30度 如果大家需要做戶外活動 或者是工作的話 準備多一點水便穩健一點 好了 這次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